匯豐亞太區業務策略及經濟顧問梁兆基說 各國央行聯手舊市 主要是針對資金流動性 舒緩資金短缺的問題 對經濟復甦幫助不大 如果各國政府仍未落實措施 解決勾債危機 估計下年全球經濟有一半機會出現衰退 香港的經濟都會受到影響 可能甚至更低的經濟增長率 現在我們密切留意著這個狀況 而失業率方面來說 我想目前已經開始到底回升的狀況 在出口持續放編情況下 相信對出口有關的就業有影響 故此失業率 我相信在明年2012年的上半年 有機會上升到4%左右 梁兆基建議 香港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 推出稅務和稅率上的負面措施 協助中小企渡過難關 以及援助低收入階層 但就認為沒有需要再派錢 如果不計及那6,000元退稅 所牽涉的二百多億款項 其實有可能在這個財政年度 財政盈餘是接近差不多1,000億 當然在派發6,000元退款下 會令盈餘減少 但相信我亦是這個數額 不會低於去年財政年度的750億 故此在這麼龐大的盈餘情況下 我希望政府能夠提出稅務的寬減 特別考慮在稅率方面的下降 因為明年的經濟估計是相當惡劣的 梁兆基預料 全球下年會進入減息週期 估計人民銀行也會在春節前再調低 存款準備金率0.5個百分點 如果經濟情況沒有改善 有可能會減息 有預期未來6至9個月 歐洲央行也會再減息 香港寬頻認識記者 郭詠詩報導